而且他的確有一些好朋友 譬如說新加坡秘儒 這些國家都是他可控制影響的範圍 中國先進去台灣就完蛋了 是只要中國先進去 台灣這輩子都不要想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壓力為什麼這麼大 對於台灣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所以當國民黨內不斷地卡住美國的豬肉 我們要公投 我們要吃安 然後現在要卡住日本福島的食物的時候 我覺得是另有目的 那個目的其實都是在幫中國爭取時間 幫中國爭取時間 以卡住台灣加入國際經貿組織的腳步 我覺得那個才是國民黨真實的目的 而且不要忘記這蠻久 當年蠻久了 2016年他那個時候要卸任的時候 他就說 哎呀我們實在是不應該刁難 我們日本的朋友 他說你跟國際打交道 還是要贊助一個禮字 道理的禮 你馬英九之前都這樣講了 然後你現在突然間被雷打到 美豬也要反對 然後這個國民黨的 這個日本福島的食物也要反對 你有沒有一點邏輯 那所以如果不是為了中國著想 我還真想不出